提醒您要留意了 近来这各种呼吸道病毒齐发 不只是流感延后流行 上周的急门诊就超过六万三千人士 创下近三年新高 甚至包括肠病毒也进入到流行期 未来一个月都是流行勾点 新冠疫情趋缓 但各种呼吸道病毒取而代之 尤其肠病毒不止家长 儿科医师们都很担心 儿科门诊一早就涌入不少小病号 因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期 上个礼拜门急诊就诊 有超过一万人次 疾管署市井 未来一个月都是肠病毒流行高点 马尼欣欣欣代表作 他那个喉咙里头的水泡破洞 非常的多 非常的痛 甚至有可能会连前面的舌头 舌尖的部分也都会有溃疡 典型的肠病毒症状统统跑出来了 小小孩受苦 家长也辛苦 看看上周统计 肠病毒门急诊超过一万一千人次就诊 是六年来最高 新增三类肠病毒病发重症 都是五岁以下的孩子 同时北部一名三岁女童 也感染肠病毒七十一型 还好是轻症 不只肠病毒 病毒性肠胃炎也趁机作乱 肠病毒的感染跟病毒性肠胃炎 在最近的门诊区的确增加了三成左右 我儿园的部分毕竟还稀有可能是一个传染的一个场所 时续进入五月 肠病毒开始大流行 冬季流行的流感也还在高点 上周类流感门急诊超过六万三千人次 是本季流感新高 也是近三年最高 流感延后流行 一时也呼吁 防疫松绑出油人潮多 未来两周流感疫情恐怕还会飙升 记者王嘉庆 黄石分特别报道